人们一听说诗衣 一定不会喜欢 甚至有所反感和厌恶 可是这件金履玉衣 却是这个墓葬中最珍贵的发现 不过人们要问了 你说古代的帝王啊 这诸侯王 干嘛用玉石来装点尸体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 要想回答它 就不得不追溯一下 我们中华文化中的玉文化了 说起玉文化 那是我们中华文明 独具特色之处 我们中华文明啊 这玉文化非常悠久 早在这个商代的甲骨文中啊 就出现了玉字 玉字 构成的词汇更是不可胜数啊 比如玉树林峰 朱元玉润 还有抛砖引玉等等 所以这中国古人呢 总是把玉和珍贵的东西 连在一起 比如珍宝的宝 就是玉和珈的结合 说明这个玉呀 在中国人心目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那我们中国古人 为什么这么喜欢玉 赞美美玉呢 因为这个玉呀 无论是色泽和质地都很美 所以中国古人呢 就把美玉和一些美好的事物 美好的情感连在一起 比如在《诗经秦风》中 有这样一句 何以赠之群归玉配 意思是啊 两个相爱的人 用玉来作为信物 彼此交换 以确信对方 对感情的忠正不愈 关于美玉呀 民间有很多传说 有些传说真的很动人 很美 比如据传说呀 在春秋时期 秦木工有个小女儿 叫弄玉 他特别擅长吹声 他住的地方呢 叫凤台 有一天呢 这个弄玉呀 在凤台上吹声 就听见有人唱贺 可是环顾四周没人 到了晚上 一个英俊的少年 骑着一只彩凤飘然而至 这个少年就对弄玉说 我是太花山的主人 奉上天之命 要与你完婚 时间呢 定在中秋节 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这个少年 从身上取下一只玉枭 就吹走起来 这彩凤就合着玉枭啊 翩翩起舞 结果是一场梦 弄玉醒来之后呢 就派人到太花山去打听 没找到这个人 到了中秋晚上呢 一个少年呢 叫萧石 要给秦木工吹萧 一连吹了三首 一首萧曲 清风吁吁 二首萧曲 彩云飘距 三首萧曲 孔雀降临 白鸟赫鸣 把秦木工听得非常高兴 于是就下令 让萧氏和弄玉 晚婚 那么半年之后呢 这夫妻二人在凤台上 生肖合纵 结果一对龙凤降临 这对夫妻就乘着龙凤飘然而去 留下了乘龙快婿的美谈 说起这美玉的传说呀 最惊心动魄的 还算是变和弃玉的故事 据说楚国有一个叫变和的人 怀揣一块蒲玉 要献给楚利王 楚利王非说是普通的石头 就要把变和的左脚砍去了 楚利王死 楚武王继位 变和又把蒲玉献给楚武王 可是楚武王依然认为 这个蒲玉呢 是个普通的石头 结果把变和的右脚又砍去了 楚武王去世 楚文王继位 有一天楚文王呢 巡视各地呢 来到了楚山 听见有人哭 来到跟前一看 是一个老人 正是变和哭得两眼流血 这楚文王感动 立刻传玉公来 直接把这个蒲玉啊 就会抛开吧 抛开之后发现 果真是一块 品质极佳的美玉 哎呦 这楚文王就被变和的忠诚和执着 所感动了 所以就把这块美玉 赐名为和氏璧 从此这和氏璧 就成了美玉的代名词 人们传颂这个变和 怀抱美玉 实际上就是赞美它 它的品格 它的忠贞 像玉石一样始终不玉 从此啊 人们的美德和美玉 就建立了联系 经常用美德比美玉 美玉比美德 比如以玉比德的君子之风 宁为玉岁不为瓦权的高尚情怀 化干戈为玉帛的美好的和平理念 这些观念 一直传到今天 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情感 那么人们就会问了 我们中华民族 为什么如此的赞美这个美玉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啊 跟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不一样 他们呢 是从石器时期 直接进入到了青铜器时期 而我们中华民族呢 在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之间 还有一个玉器时代 所以说呀 玉文化 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 独具特色的源头 所以据史料记载 有皇帝之石 以玉为兵的说法 也就是说 在皇帝一统天下的时候 人们是用玉作为兵器的 在那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玉器 而且大部分是兵器 并且独具特色 由此看来呀 皇帝之石 以玉为兵的说法 并非空穴来风 请不吝点赞